我們看一下呢,裡面的文字敘述,然後它有一個例子,我們很快帶過去 你這五萬三快給我,這一次輸了,我全部會回去給你 後面的同學,如果你沒有輸,最近有一個位置啊 這邊會有坐的位置,做一個同學進來 好 我要上課了 好 不錯,不錯 不錯 好 好 方綠,好 我跟大家看一下 好 因為如果你坐這裡的話,我說我們就稍微,我們兩個來共看 因為我現在要講課本帳面了,所以我要帶大家看一下,一百,謝謝三頁 好,零用金的快應制度,我們很快帶過去,因為這個,我們初拍講過,完全一樣 零用金的設置,動支,撥補,好,還有零用金金額的變動,好,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有講過,金額變動,我要擴大,縮小 然後呢,如果呢,如果零用金的短印,什麼叫零用金短印,也就是說,當我要撥補的時候呢,我已經付出這個錢,跟我手上拿到了收據的金額,和記起來的金額,收據或發票的金額,不一樣 就是這樣,如果我現在付出這個錢呢,有九萬七千,可是呢,我的發票合計起來只有九萬六千五百,少了五百,就是現金就短少了,好,或者是呢,我手上呢,付出去的十萬塊的規模,我手上只剩下三千塊,但是我的收據或發票的九萬八千,而多了一千塊,就是溢出來了,所以現金短印的意思就是這樣,好,因為你付的錢就是小,小金額嘛,所以難免有時候為什麼,會有多, 或少付的情形,好,那現在這種情形呢,就要在合理的範圍,公司都可以怎麼,認帳的,好,所以我們有現金短印這個科目,那現金短印如果發生在借方,就是在費用,好,如果發生在貸方,你不用費他,因為你只要從分度上面,你可以知道,好,那現金短印如果是在貸方,表示你是一個其他收入,好,所以看一下事例一,當我設置的時候,12月1號,設置零用金這個規,那個六千塊的規模, 所以是借零用金貸現金,好,那如果呢,你的,你自己把現金當作是一個總分代帳,那你是從銀行存款裡面領出來,你就貸機銀行存款,那當我的那個動支的時候,是不做分路的,因為什麼,是由零用金的規管理人員,或小出納,他自己去寄流水帳就好,所以動支,我們的筷子上是不記錄,好,那什麼時候會記錄呢? 那當我要撥補的時候,那我的零用金呢,六千塊用了,剩下多少,哎,已經經過了二十天了,那我的零用金呢,還剩下多少呢?還剩下一千三,那我剛剛講,二十天已經將近三個禮拜了,你的零用金還有一千三,那表示你剛才設置的規模太大了, 所以就會怎麼,就他這個分路是同時,撥補也同時做減少,所以呢,他所有的單據合計起來有三千七,所以他撥補三千七,可是撥補三千七之後,對不起,他的零用金的規模就回到六千塊,好,也就是說,當時候呢,經過了二十天,他的手上的零用金還有兩千三,那也就是說,你如果把六千塊全部用完的話,你可能要經過什麼,要一個半月, 所以他覺得,我剛剛您講的,零用金如果規模設置太大的話,那表示你就會先進什麼,待置在那邊,所以呢,他就把它縮減,就把零用金從六千塊的規模縮減為五千塊,所以他代計零用金,好,這是在我們的課本上面的示例,好,示例一,好, 那沒辦法,我叫你拿個,拿個那個椅子過來坐這裡,有沒有願意,客座椅,好,在我們的電梯門口說很多張,你現在先去按一下,我可以,我可以,好,我先上這個,我可以,你可以做這個動作, 好,好,也就是說呢,這個例子裡面,我的零用金規模本來就是六千塊,但是我十二月一號設置了之後,到二十天,已經經過快三個禮拜了,我零用金只用到三千七百塊,就口袋裡頭,我的零用金叫兩千三,那零用金我說規模設置太大,但快一點的,朝不好的方向下,就是給什麼,給管理人員呢,負擔, 一個是什麼,可能會被偷的風險,第二個,也給他有什麼,哎呀,自己磨用一下的一個,只方便,所以呢,我就打算要把零用金的規模,從六千塊縮減為五千塊,所以我才會再寄零用金一千塊,這樣看懂嗎?對不起,應該是說,他整個零用金發生的費用應該四千七啦,全部發生的費用是四千七,所以他手上還是一千三的現金, 那他不想多補四千七,因為回到六千塊的規模太大了,因為他等於還要用一個多月才會把它用完,所以我說了,零用金的設置的規模,最好不要長於一個月,不要短於兩個禮拜,他現在已經經過了三個禮拜了,結果他的零用金還有一千三,六千塊的零用金規模還有一千三,所以呢,他打算把零用金的規模縮小,所以他所有的費用發生,加起來有四千七,然後呢, 那如果撥補四千七進去的話,他零用金又回到六千塊,那這個規模太大了,所以我這個公司決策就決定了要把零用金規模縮小為五千,所以他才會同時再寄零用金一千,所以他只要撥補三千七就好了,借方的費用科目合計起來有四千七,但是他不要讓零用金回到六千塊的規模,所以他把它縮減, 所以才會再寄零用金一千塊,這樣看懂嗎?所以他直接把它做成兩個分路,那其實因為是同時,所以你把它做成一個分路,所以其實他的意思是有兩件事情,一個剝補,同時是縮減零用金規模的,好,好,這是第一個例子裡面到12月20號所做的事情,然後呢,到了12月31號的時候,雖然他的零用金只用到2520, 但是因為這是年,12月31號是他的會計年度結束日,所以那個年度呢,截止所有發生的費用,都要在那個年度把它承認進來,所以他就把零用金,所以他就把這個費用科目全部,在12月31號那天把它承認進來,好,承認之後呢,因為我剛剛講到呢,他的,你也可以即使事實上,你也可以帶寄現金, 也就是說什麼呢?我讓我在年度報表的時候,或者是我在我的那個明細帳裡面,還是有個零用金,他這樣做的用意是在哪裡呢?他同時會把零用,他借了零用,帶寄零用金2520,同時他會把現金,零用金剩下來的5000塊,我的零用金5000塊錢,就要2520,他如果做這個分路,他期末還要做一個借零,借現金帶零用金, 把零用金先什麼,通通回到現金裡面,然後年度一開始就重新再,重新設置,好,你就說12月31號那個分路,你有兩種寫法,你可以借剛剛那些費用,12月31號的那些科目,接班的科目,然後代寄現金,也可以像課本上面,代寄零用金,也可以,但是如果你像課本一樣寫,代寄零用金, 寄零用金的話,事實上他的做法是希望,年度結束的時候,我先把零用金回到零,可以用嗎?好,也就是說呢,他就把零用金回到零,所以如果175頁呢,他這邊講說,好,你可以看你住喔,他說呢,我撥補了2520,然後呢,如果上書跟代方,應該是那個,如果下書跟代方,應該是那個, 如果是現金的話,零用金就維持五千塊不變,這樣看懂嗎?也就是說,175頁是期末調整及現金轉移,好,那因為這個,他有發生現金轉移的問題了,好,那基本上呢,我現在談的是你的代方科目,你的代方科目,事實上你可以代寄現金,你代寄現金的話呢,比較簡單是,你維持你的零用金是五千塊,所以你也,下個年度一開始的時候,你不用再, 再做,借你用金帶現金,如果課本上面,我只是要講一下說,差五年12月31號,那如果像課本這樣寫的話,事實上,那年度結束的時候,他還要做一個分錄,也就是說,他竟然先把你用金都回到現金裡面,他把你用金都回到現金裡面,那差五年度12月31號,除了做課本上面寫的那個分錄之外,他還同時要做現金, 代寫零用金2480,所以先把零用金回到零的狀態,然後呢,差六年的1月1號,如果我的零用金規模還是維持五千塊的話,我再借零用金五千,代現金五千。 也就是說,課本上面的分錄的寫法,事實上,他期末,因為他的這樣做法呢,我就可以知道,他的用意在哪裡,因為他期末的時候,先把零用金全部回到零,所以除了把那些費用,解繳零用金之外,他把剩下的零用金呢,先回到現金裡面去,所以零用金就零嘛,所以年度,下年度, 一開始的時候,他再重新去提撥,設置零用金,如果課本上面這樣的寫法的話,他的意思是這樣,只是他沒有把它寫,講得很完整。那如果說,我如果下面呢,他其實他備註上面是不是寫說,我可以直接,這些費用之後,我可以直接代寄現金,那如果直接代寄現金的話,其實我就覺得比較方便的,因為你年底的時候,你的零用金還是微到五千塊的回落, 那這個零用金呢,他是一個什麼,資產負債表的科目,所以年度結束,他還是什麼,10張戶啊,10張戶是明年開始開帳,就你年金五千塊在裡面了,如果是這樣,你一月一號就不用做這個分路了,這樣聽懂嗎?好,所以,這個兩個選擇,你高興怎麼做都可以,只是說,如果要是我,我會喜歡課本上面那個,第四個, 期末調整的時候,我是代寄現金,我就維持零用金是五千塊,所以現在年度一開始,零用金還是五千塊,我就不用寫這個分路,少了一些動作,好,所以課本上面,就有告訴你是這樣,好,這是零用金的設置,剝補,還有,年度結束的時候,你要怎麼做?好,那你能記得,那個年度結束,零用金還沒有到,還沒有到那個,用到,用到, 剝補的時候啊,可是要記得,月年度結束,要把當年度所有的,相關支出,都要在當年度年底之前,把它承認進來,所以我們做這個動作,是因為年度結束而做的事情,目的不在於,因為我零用金要做剝補,好,就是特別提醒大家,好,那這是零用金的問題,那再來呢,所以在後面的零用金的內部控制呢,就告訴你說,哎,我要零用金, 零用金,好好,那零用金的話就是,我要檢查那個零用金,管理人員有沒有,這個,自己挪用,好,所以呢,我要零用金,就是說,好,你把零用金,你的那個,那個,現金拿出來,那我去核對一下,你現在支出的,那個,發票跟收據,跟你的零用金,現在手存的現金合計起來,有沒有差距很大?好,如果,呃,差距很大,那表示什麼?哎,你可能會有這個,呃,做這個,呃,做這個, 不太好的事情,好,所以這個是零解,那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件事,你說,零用金管理人員拿他的收據發票來,這個,撥補的時候,那,付款之後,出納,還有派遣,一定要在你的所有的單據上面,帶付起,好,銷帳,好,這個註銷,叫這個名證,讓它重複使用,好,那剛剛呢,有同學問到說,好, 一百七十,欸,一百六十九頁,他說,一般而言,現金包括,印幣、紙幣、銀行、國勤存款、金型支票、匯票、銀行、本票及印型存款,這個匯票呢,好,他如果講本票,你想,我們講,我們有,票據法裡面的票據是指三種,是叫,支票、本票、匯票,這是我們票據法的三種,那本票跟匯票,原則上,它不是現金,因為它都是什麼, 有期限的,它這邊的匯票應該是指,你到郵局去開,匯票,如果我今天要付款,好,那,那個,通常呢,它會有兩種方式,好,假設我要付款的話,那,因為要,這個遠距離,好,我有兩種方式,一種是用,我去郵局買現金,但,我直接把現金放裡面,寄過去,一種呢,你不要用現金, 你就用什麼,用,呃,所謂的,去郵局買會票,好,就是郵局買會票,好,那郵局買會票,郵局開會票出去,意思是什麼,郵局成對付款的,所以跟我們的本票,我們知道嗎,我剛剛講說,我們的票據法有三種,支票、本票、匯票,只有支票是當現金,會票跟本票都不是現金,因為它的付款日到它的,跟它的開票日可能不一樣, 但是我說的,課本上面指的這個會票,應該是指,你到銀行,好,對不起,你到郵局去開會票,那郵局開出來的會票,你想去郵局請他開會票的時候,你要做什麼事情?你要拿錢給郵局,好,我要買一張一塊一千塊的會票,那你拿一千塊給他,郵局幫你開一張一千塊的會票,那這一千塊的會票,那這一千塊的會票,意思是什麼? 我拿掉這個持票人呢,就可以拿到郵局去請他付現金,所以這個會票已經是誰?已經是由郵局成對付款了,所以他們形同現金,那為什麼銀行的本票也可以當現金?因為銀行的本票,是銀行開出去的,因為本票呢,它有一個特性,好,跟會票一樣, 我的付款人跟開票不一樣,配不同一個人,好,如果我的,因為本票據法裡面呢,只有銀支票,它要求的付款人一定是金錢業者,就是指銀行、郵局什麼,農會、信用、貨物社之類的,但是本票,農會票它必須有這樣強制的要求,好,那所以呢,剛剛這邊,這課本上面呢,169月講到, 銀行本票,可以當作是現金,為什麼?因為這是銀行開出去的票機,那銀行開出去的票機,銀行會什麼?付款,銀行會保證付款,所以銀行倒了,那以目前來講,台灣的銀行有哪家倒過嗎?沒有嘛,就像中興銀行最多也被誰買掉而已呀,被誰?何必?所以他沒有倒喔,他被他買了之後,他買了之後, 他就是這個銀行的所謂的資產負債,他是代誇承受,好,所以呢,原來中興銀行的存款人,存款人是銀行的負債,好,他只是暫時幫他保管的錢,可是這個錢就是他的,他就要什麼?他就要負責還給這個存款人,所以他就是代誇承受,所以在中興銀行存款呢,他原則上不會不見的,好,所以銀行開出去的本票,好, 他也可以有現金,廣義的現金,一個功能,因為他一定會不快,那基本上來講,他的時間可能不會很長,可是如果你開了一張,維持很長的本票,銀行開出去的本票的話,他事實上也不能當作是現金,因為我們說了,現金是流動資產,是速動資產,所以他一定是什麼?要很快一年之內,就十二個月之內可以變成現金, 所以如果銀行開了一張三年之後,才會付款的本票,因為本票可以三年有效,支票是一年之內,好,如果你過了一年,這張就無效票據,就過了有效期了,好,所以基本上來講,他的規定是這樣,所以如果銀行開了一張本票,是三年才要付款,當你編表的時候,你就必須把它放在長期投資的項下,好,所以你要看很多的狀況, 這樣聽懂嗎?所以不是說,叫做什麼樣的,像我剛剛講,譬如說支票,支票如果他開的是遠期的,他就不能當現金,他就可以強調是極期的支票,而且你看一下,他是頓點,不是鬥號,所以是極期的會票,極期的銀行本票,這樣看懂嗎?好,所以基本上他都是極期的,他才可以, 如果我看拿一張,三年之後才會,兩年,不要說三年啦,本票的有效期間是三年,法律的規定的有效期間是三年,好,開票日到付款日三年之內,這張票據本票都是有效的,但是支票,如果你,我現在拿了一張是,民國101年的11月1號的,因為支票只有一個日期嘛,他如果付款日是101年的11月1號,今年是102年的11月1號, 這張票據你拿到銀行去請求會付款,他可以什麼?不付,不付的原因,不是因為那個存款人,發票人沒有錢,而是因為他已經付了有效期,他已經付了有效期,因為支票只有1年,他會票,本票可以有三年,所以如果我今天拿到不是一張極期的銀行本票,那我也只能把它放在長期投資,叫做運收票據,這樣懂嗎? 運收票據不一定是短期的啊,我一天拿到是長期的,票據也可以,好,所以我剛剛提到的會票,那會票也很齊齊的,但已經可以當作現金,那因為這個會票已經是什麼?已經叫我們去郵局滿會票,那付款是誰?就是郵局,所以這個情況下郵局不會付款,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當作現金,也是如果一般人拍的會票,那就不能是,就不是現金, 好,這裡要留意一下,好,那後面呢,我看一下呢,什麼叫透支,透支呢,我們之前應該有講過,好,那個,透支呢是指,你在銀行有開的支票存款簿,前提是,一般來講啦,要國籍存款也會有,但是在台灣以後,比較常見的是,你開的支票存款簿,那你跟銀行簽訂透支, 基本上呢,你的存款裡面有餘額有多少,假設我存款裡面有10萬,我最多只能動用10萬,但是如果我跟銀行簽訂透支的協定,假設我透支的額度有5萬,所以今天如果我要領15萬可以,因為我存款裡面有10萬的餘額,那我跟銀行簽訂有5萬的透支的額度, 所以加起來我可以動用15萬,可是如果今天呢,開了一張票據是16萬,銀行就幫你什麼,巨付了,就幫你退票,存款不足退票,因為你可以動用的金額最多只有15萬而已,因為你超過了,他就退票,好,所以透支是指,他是一個什麼,他是跟銀行借錢,因為你存款一個就10萬,你為什麼可以動用到15萬,因為你跟銀行先借了5萬塊,只是這個額度是什麼, 我需要才用,你沒有用到的話就改正,好,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?透支,到底算什麼?既然我剛才講的是跟銀行借錢,但是一個負債,那透支有個很大很強的一個特性什麼,看你很快就要還,譬如說我今天用的一張票據15萬,因為條件都符合,那銀行我從我的帳簽裡頭出掉了,那我欠5萬,銀行5萬塊,那我明天存了10萬, 你錢換進來,額的餘額只有5萬塊,為什麼?因為透支的那個額度先會還掉,因為他是每天寄行的,好,所以而且透支是很快就會還掉,這樣你有錢進來就是要還掉你投資金額,但是你還要還掉之前,銀行透支是你的負債,那原則上我們的資產跟負債不能合幣,除非。我在這個低銀行的, 我的支票存款部是透支5萬,但是我在低銀行呢,有國旗存款20萬,因為都是同,電話應該是低銀行,所以我就可以合幣起來,我在低銀行的存款有15萬,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合幣,如果我在低銀行的支票存款部有透支5萬,我在華南銀行有存100萬,對不起,你的在低銀行透支的5萬, 要放在你的流動負債裡面,你就不能什麼?不能資產負債負貧,因為它是不同銀行,這裡有特別提醒你,好,那什麼叫對當現金?我想這個我們應該再講,資產負債表的時候已經講過了,就是投資或者是購買3個月內到期的,好,我從購買率開始算3個月內到期的,什麼銀行會票,國付券, 就是政府公債,銀行承對匯票,或者是商業本票,這個都可以算是約當現金,好,那這是我們剛剛很快跟大家看一下,好,那我們今天重點要講另外一個,就是銀行調節表,好,我們今天要把現金的部分講了,因為現金的部分其實就是銀行調節表,可能,好,可能是對跟我們出外稍微不同的,看銀行調節表呢,銀行調節表呢,我們想到的話,我們在講現金的部分, 我們要去談到現金這個章節裡面,談到銀行調節表,其實我們在出外裡面講的重點,銀行調節表是我們講的重點,好,那銀行調節表呢,為什麼會有銀行調節表?我們剛剛已經講了,銀用金就是把什麼?我的銀用金設置就是因為公司把大,你在金額超過銀用金可以支付的,這個費用也好,或者是支出也好,我說什麼? 你開支票的方式,所以我開的支票,基本上我開支票,只要我開的是期期,我就代計現金或代計銀行存款,但是我拿到支票的人,可能不會那麼快把這張支票拿到銀行去請求兌現,好,所以呢,就會有時間差,假設我今天開了一張支票,我的存款上面有10萬元, 支票存款或者10萬元,我開了一張期期的支票,我開了2萬元,所以我的帳策上面,公司快遞帳策上面,銀行存款就剩下8萬元,好,因為我是開期期支票,我就直接代計銀行存款,但是這個持票人呢,沒有立即拿到銀行去請求付款,所以銀行呢,我的存款無額還是10萬元,但這樣子的一個差距,我帳上說銀行存款只有8萬元, 但是銀行的這個記錄上面呢,我的存款無額還有10萬元,是有沒有誰錯?沒有任何人錯啊,所以我們銀行條結表就是要去確認,當我帳上的存款金額,或者是我的現金額跟銀行的存款上面的預額不相同的時候,我要去檢查,我要去確認到底是什麼原因。 可能的原因有三個,一個原因就像我剛剛講的時間差,我開了票去出去集齊的,所以我帶出銀行存款,但是持票人沒有立即到銀行去請求付款,所以銀行就沒有從我的銀行裡頭扣掉,所以這是時間差。第二個原因是什麼?記錯帳了,好,我開的支票是2萬元, 結果銀行呢,結果銀行呢,他扣了,對不起啊,我開的支票是2萬元,結果銀行呢,他扣了,對不起啊。